歡迎收看 我光幫忙 他們在出道之前 做的工作都好奇怪 請問美工刀 你覺得他以前做過什麼工作 你覺得他以前是有爛抵的嗎 那你是有恐怖的人嗎 從來在美國都... A片腸氣在丟 這個是什麼 杏鮑菇 對 這是杏鮑菇 有豐富的多醣體 可以幫助細胞活化 搞不好是賣錢書機的 為什麼 現在有啊 那個大杏鮑菇 憲君 果然是憲君 這樣什麼好意思 什麼什麼不好意思 你做過這種 很正常啊 結果耶 那你吃光看 為什麼要這樣 那你撥開 你不吃 這個假吃反正 不熱 你不熱 大家好 我是金軒 歡迎收看國工班 老師好 Peace 來 我崔鎑菇 大家好 好 這個 我們都是演藝圈人 但是我們這個 從成長到進演藝圈 中間可能有一些波折 所以說 也許做過別的行業 好 所以說我們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 就是進演藝圈之前 他們都在做什麼 像崔鎑菇以前這個 做過 車夫 我都是餐飲業 餐飲業 很多餐飲業 對啊 以前那個 台灣有一個那個 香港的那個大家樂 對對對 數十年嘛 在電影街 口對不對 我在那邊打過工 槍錢 沒有了 大槍 樂森戲院斜對面 對對對 對不對 我在那邊打過工 我在那邊打過架 給我印象很深 對 對 你好像在那邊打架 對 你有做過那個啊 有做過啊 就那個而已 還有呢 還有就是那個什麼 北京館子啊 對對對 他以前去印證麥當勞沒上 為什麼 沒上 沒上 為什麼 然後去做溫地漢堡 為什麼沒上 我哪知道 因為他溫地臉 太矮了啦 太矮了 OK 彭工做什麼房仲 我做房地產 房地產做了快兩年 那時候是退伍回來 退伍回來就是 開了七天的計程車 為什麼只開七天 一個禮拜覺得太累了 因為受不了 太累 太累 想不免乘客 沒有沒有 不要講 我要去 不要去啊 你下去 怎麼路遠 沒有 計程車是這樣 白天都在 愛睡覺 然後到晚上才出發 那晚上出發 就是 跑去那種什麼 Disco舞廳 前面去載客 只載女的 對 沒有這樣子 看女生 對 乘客上來就 很正啊 一直顧得聊天 每次都沒有按那個表 你知道嗎 回答 那怎麼算 隨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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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前做多少就多少 到最後第七天 我媽媽受不了 你去七天 你開七天才賺兩千塊 七個晚上 你有錢多少錢 我就不信 我就忘了 然後後來 後來就 因為那時候房地產還不錯 我就去應徵 做那個 專員 專員是簽案子回來 然後銷售小姐 是負責賣案子 你不用賣 我不用賣 我不用賣 因為我要簽回來 然後那時候好像是 嗯 77年 對 77年 進房地產 然後79年 股市崩盤以後 房地產也崩了嘛 那時候上萬點 崩了以後 我就回演藝局 康哥 我 我擦 爬車 什麼爬 好弱喔 爬車 開服裝店 剛退伍 開了半年服裝店 這遇到修錄那個嗎 沒有沒有 不是那個是CD店 對 先開服裝店 房店開了真是 房店很好玩 有些都圈文來 你今天外套不錯 脫下脫下 他就掛起來賣 然後我一朋友 我沒有衣服賣怎麼辦 把他霸了舊西裝幹奶 賣 喔這復古的喔 我跟妳講是古著 我們那時候就賣古著耶 在哪裡賣 新門町啊 新術新技術 新術新術 很屌 然後後來就開店了嘛 這樣 那這兩位 欸 鄧先生出唱片是吧 對 來宣傳一下 來來來 謝謝 謝謝 又這麼唱片 是是是 鄧紫婷 你好你好你好 這邊不要急的回去 這個主打歌叫做 我的主打歌是在你左右 是一個拉丁曲風的快歌 拉丁曲風喔 為什麼會想要做拉丁的 呃 等一下我們就會聊到這個部分 哦 好 還撲哏啊你 撲哏 三種諧星 所以當歌手之前 有在綜藝圈 打混過 通學一下 通學一下 來請坐 謝謝謝謝 最新專輯 讚你左右 讚你左右 燕君 欸 燕君這個 進入演藝圈之前 你做過什麼 其實我是 游民 沒有 而我上大學就開始不斷打工 然後大學畢業之後 就去做一些 也是餐飲業 因為餐飲業的 它的門檻最低啊 欸 你這樣講餐飲業什麼意思 我就說服務業 就是服務餐飲 就是學生那個時候 什麼都還不會 所以快上手 對然後 不需要經歷什麼的 而且吃飯不用錢 重點是 那時候要省 員工餐 省伙食費 然後呢 管吃就對了 對然後要回家之前 只要是那個什麼 東西沒有賣完的 有些還可以帶回家吃 你做多久啊 有一家做最久 一年半就這個 什麼呢 牛肉麵王子 跟王子有什麼關係 這是在賣的是不是 不是 什麼叫牛肉麵王子 就是牛肉廠有沒有 牛肉廠過來被取遞 牛肉廠被取遞 牛肉廠被取遞 他只好講牛肉麵王子 沒有 不是啊 而且他體商出來 這個身體還有一點嘛 可是真的喔 那個時候 王子跟公主嘛 不是 對公主 我以前在那個 牛肉麵店上班 其實說真的 那個生意還真的很好 在哪裡啊 在那個現在的那個 以前的北大 台北大學那邊 台北大學 台北大學那個 民生 民生東那邊 那邊有一個牛肉麵 牛肉麵店 以前我大學的時候 只要沒有上課 都在那邊上班 然後暑假是全職 在那邊上班的 全職喔 然後那邊很多上班族 那個時候 因為牛肉麵店是很棒的 你每天有吃不完的牛肉麵 然後我們都可以吃半斤半肉 然後都不用錢 以前念書的時候 半斤半肉一碗一百五十塊 太貴 我們念書的時候 只能去吃牛肉湯麵而已 就聞聞味道而已 然後配個豆干這樣子 真的 去那邊上班就是為了 要每天吃半斤半肉的牛肉麵 那時候你在體 體院 你那時候在體院 體院吃那個太爽了吧 超爽的啊 然後同學來吃有沒有 如果點個湯麵 亂家 就自己加個半斤半肉給他 然後這樣子 就這樣 就這樣 然後那時候 因為我們煮還沒那麼厲害 我們 頂多是外場而已 可是我們每餐都要去換那個牛大骨 然後牛大骨的時候 那大骨都很大一隻 很大一隻 然後可是 店裡就是那個其實可以熬個 一兩天都沒問題 那個大骨 可以熬個一兩天 那個味道都還是有的 但是他們就是 不要亂講喔 我們製作人是開牛肉麵店的 這樣應該不會生吧 不是 你就讓他亂講 我也開牛肉麵店啊 真的啊 我要看我生意這麼好 怎麼利潤這麼好 真的 都被吃掉 趕快告訴我 我吸收一下 然後那個牛肉麵店 那個骨頭有沒有 然後他們弄個半天 他們就不要了 那其實我們都可以把它帶回家 骨頭帶回去幹嘛 帶回家繼續熬啊 繼續熬啊 熬什麼 然後帶到宿舍繼續熬啊 熬給同學吃啊 還可以弄那個火鍋啊 其實我跟他有點像 我很喜歡吃那個 很喜歡吃溫地漢堡 我就是為了那個喜歡吃溫地漢堡 去溫地上班 是喔 對啊以前學生那時候 就非常快了 做了兩年 年輕的時候買一棟房子啊 真的 沒有啦 我就是在那個時候 國中的時候開始存錢 到高中的時候 上了牛肉麵店工作之後 就發財了 不是 一個月的伙食費 真的不超過五百塊 相信啊 真的不超過五百塊 全家嘛齁 我自己啊 可是我那個時候 每天的零用錢 有三百五十塊 那為什麼 每天那麼多零用錢 因為早餐 中餐 晚餐 加車錢 還有油錢嘛 他們麵店跟賣漢堡不一樣 麵店都是現金的 對 漢堡又是打發票的 對 所以我賺完喔 好 沒有這樣嗎 你偷錢 那偷錢啊 你絕對有啦 那偷錢的 然後還有麵團啊 它麵團也可以 稍微控制 你們那個有沒有 譬如說 就是今天的菜 沒有吃完的 就可以帶回去吃 可以啊 可以 吃什麼 牛肉 小菜 牛肚 牛肚這麼容易 因為牛肚你過夜之後 它咬起來它很硬 它沒有那個嫩度 因為它之前是用麻油去拌 所以只有當天的牛肚可以吃 很多 豆干也可以啊 豆干也可以 還有那個切那個什麼 那個那個牛筋肉 你現在以前老闆現在正在打電話律師 你知道嗎 不會啦 以前麵是烤完的啊 太棒了 他也有辛苦的一面了 對 牛肉麵王子 好 在你以前做過什麼 我是馬來西亞出生的 喔 馬來西亞 難怪他那個 有點口音 對 是是是 那你不是牛奶麵王子 牛奶麵王子 還是肉骨茶王子 不是不是不是 牛雜麵 那個時候就 因為我很喜歡舞蹈 所以我想要 認識多一點舞蹈界 所以我就回去 香港的時候就 當了國標老師 喔 國標舞老師 欸 有像有像 他那個臉就是國標臉 對 他臉是會比賽 國標臉是什麼 對 以前會比賽 所以因為這個 這個原因我就 第一首歌是 在你左右 是拉丁的 喔 原來喔 像瑞奇馬丁那樣 那你今天 可不可以 秀一個單人的國標舞 單人的國標舞 一小段 可以接一個女 來來來來來 我要 好 因為很久沒上電視 但是很久 哇賽 沙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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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要不要玩一個比較好 好 要玩一個比較好 一顆好玩的是 我要你拍手 鵕先生你很好 8的看 我把我 他那種都沒有很厲害 8的必要 你要用這個手去抓他 OK 好 來 馬國鋒給我 來 預備 GO 抓誰 抓他的蛇 抓他 他到底抓錯了 歐井心之類 戴上很久 你知道嗎 好帥啊 找到当年也做国标舞老师嘛 这样容易停 谢谢谢谢 梓婷你太强了吧 从刚刚这整个表演下来 我们只知道一件事情 刘欣欣很痒 他刚开心一个 这样就叫成这样 好急 可是他刚刚那个劲是有的 他就很容易把你这样带带带转转 然后到最后那瞬间 他在交舞的时候那个神情很认真 对 这很容易有暧昧 而且你看他这一瞬间 演就到这边来了 拉丁舞是一个非常热情的一个舞蹈 我喜欢热情 要配合一个默契 以上 接下来要问你们 但是他们有没有用猜的 因为我们有提示 首先第一位 不是啦 我没有在动物园当中 鱼子 没有吗 我没有 怎么 你在动物园看过我 对啊看到那是谁 我没有 好坏 我可以讲一下你这个调整的过程 你刚刚有分享过 你说我的牙齿啊 对啊对啊 就把它弄进去就好啦 怎么弄 为了真的是为了你们这样一句话 我去整牙 我连海绵蛋糕都不能吃 这么软的东西 我咬起来就像石头一样 那你那时候怎么活下来的 我也不知道什么话 我就每天就是掉眼泪啊 所以今天来是复仇的 为了我们就对了 就来让你们看一下 其实整完还 你现在变那么漂亮也要谢谢我们三个 对啊 有这样有变漂亮吗 当然了 结婚了吧对不对 还没还没还没 结婚求婚了 整完牙齿就有人要 我跟你讲 这个制度单位一定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它以前 第一次来我们这边当那个 助理小姐的点 跟现在比起来 一定要这样吗 正点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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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那个牙齿要大特写 两颗 可是我以前在那边当助理小姐的时候 有人说我长得上低音节 谁 谁是谁 下午要叫上 我想下班 其实有像耶 他有像 你是 你今天来是来弄我的 我来分享我以前做过什么 好 好 你的提示是 你不要逼我 这什么 没有人要逼你干嘛 你美工刀干嘛 你是做的提示啊 提示 美工刀 请问 美工刀 你觉得他以前做过什么工作 你有被关注是不是 我看起来是有案底的吗 那你是有捅过人吗 是不是在美工刀来 我觉得是大同胞小肠 大同胞小肠 大同胞小肠 有的人是拿那个美工刀去割 那个大肠的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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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然后再把那个放进去 在旁边看你不会觉得怪怪的 哎呦 怎么这样割啊 你怎么这样啊 你还好吗你 对啊一割我就 那你到底干什么 我是 猜到了哈 打球了 打球了 我做过 那到底阿诺在出道之前 是做过什么 与美工刀有关的职业呢 一一做过的职业 让人好害羞 你做过这种喔 很正常啊 水果耶 那你吃个我们看看 为什么要在这边 那你剥拍 你不吃 那你假吃吧 假吃吧 好啦 我吃 真的 真的假的 他讲话就有意义 他讲话真的有意义 他讲话真的有意义吗 所以我 你刚才没有听出来吗 第一个题是香蕉 第二个题是 第二个题是 牛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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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瓜哥 不是 我现在假托 不要 不要